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现象和健康无关 说白了就是泡水时间长皮肤角质层细胞吸水膨胀导致 目前在学记关于角质层细胞吸水膨胀的原理有两种解释 其一是细胞膜具有半透膜的特性 可以使水分从低浓度到一方流向高浓度 其二是角质细胞内存在大量的蛋白 蛋白对水产生了毛细作用 就像海绵吸水 但不管是哪种解释都不影响最终的结果 手指的皮肤因为角质层较厚 相较于身体其他部位 会更容易出现泡水发皱的现象 当然太厚太硬的部位也很难起咒 比如说我们的手掌根部或者角货根的部位 有时候手指泡水发皱 不见得是件坏事 因为在临床上 有医生发现一些症状神经麻痹的患者 不管怎么浸泡都不会有水皱反应 而他们的病患是拇指到中指的神经元连接受损 换句话说 手指泡水后起皱 至少说明我们的手指神经没有问题 在水下手指皮肤起皱 水可以从褶皱的低谷处快速流走 因此提供更大的摩擦力 更加适合水下的活动 因此在平时无水时 我们的手指是平滑的 进入水下就又变得褶皱 这个技能听起来就很高级 好了朋友们 感谢关注主要是常识了解更多常识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